哈喽大家好 昨天发现那个黑仔啊 吃了毒药 对这个牛好担心 昨天一开始喂鸡尿的时候 就这两头这里 从这两头这里开始喂的 等一下我们四处找一下 看有什么发现没有 你看草是多 一早来就吃的鼓鼓的 这边的话没有什么新发现啊 你看这边都没有这个菜园 你说菜园旁边怕人家的鸡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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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也不至于拌那个面条吧 是吧 鸡鸭鸭鸭搬点那个骨子就可以 那去那边看一下 它搞得心�ün不踏实 等一下把那边的牛 那边的牛多一点 转移 这么大的面积 想找也挺难找的 把几条牛转移一点 转移目标 转移几条 这边牛太多了 这一块前面有 像小牛十多头的 哎呀 牛庄都饭好了 牛的饭还好 不知道哪里吃的东西 现在我们去拿豆渣 问一下豆渣场那里 有没有像老鼠咬 是吧 是的 没有一个不明不白理 是吧 哎呀 哎呀 还真有点不习惯啊 本来我一个人在家 有一只狗陪着 走了跟了 看到到 服务长也问了一下 我说你这边有没有 放那个 老鼠药 他说没有啊 我说我的狗昨天该来 我在这里吃的东西还哪里吃的东西 他说他那边没有放 没有放呢 就是到钱里面 还好牛没事啊 牛没事 今天把牛都转移了一些转移了鸡头啊 把那小牛啊主要是那些小牛会乱跑 他不可能 放下放在这个牛装在那里 他也倒在那里给他吃吧 是不是 但是还是得注意啊 别叫叫个屁 哼 又一条老狗了啊 百万又不停放 百万天天天放也不能说不停吧 是看家的狗 你说叫他跟我去这里放油那里放油 叫没叫习惯他啊 这小黑牛昨天还哭哭哭啼啼的 早上起来一开门又问我 什么时候买一只跟黑仔一模一样的小狗 我说要用你找啊 对吧 哎呀 昨天 昨天挖了个坑啊 而且衣服都在那里 我们去拿一下 顺便去看一下 在 放入掃地 把衣服拿回来 放掉了 去拿下衣服 上面 来拿粉针看一下 啥够好好休息啊 嗯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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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